第五百一十一集 小子 你现在身受重伤 天洁之下 没有人能够解救得了你 老神看得出来 你已经是油尽灯窟 现在强自支撑而已 现在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御龙部落 有最好的龙族圣要 可以替你治疗伤势 只要你先把八部浮屠交出来 就可以了 御龙婆 你敢和我们行龙部落 争夺这件宝贝 难道你不怕我们行龙一族 灭了你们御龙 那条龙族大汉喝道 既然如此 我就毁了你的小子 大家都得不到 那御龙婆不知道在考虑什么 突然脸色一冷 阴阴笑着 把手中的拐杖一摇 居然发出暴鸣 拉出长长的火尾 似乎彗星一般 撞击向方寒 他这一出手 第一是要搁了局面 第二是要试探试探 方寒到底彻底失去了战斗力没有 你们这两个废物 就在御龙婆拐杖射来的时候 方寒眼神杀气骤闪 他无法容忍 两个龙族居然这样自大地挑衅自己 自己连天杰都不怕 还会吝啬击杀两个龙族 他直接抬起手来 把手一抓 瞬息之间 那拐杖就抓在了手里 跳动不已 你 御龙婆神策争鸣 给我报 但是那拐杖并没有爆炸 而是一声龙吟化为了一条神龙 融入方寒体内 怎么回事 我的这御雷龙炸 随心如意 别人一接触到 立刻就会爆炸 化为三千万御雷大纲 怎么会被龙化 御龙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还是你给我报吧 在他惊一时间 眼前一黑 方寒高大的星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当头一掌 急拍下来 掌势稍微一动 已经把所有空间都封锁住 使得他根本都无法逃走 方寒一掌直接落下 这御龙婆的脑袋 就被拍成了一个烂西瓜 整个身体震成粉末 熊熊火焰燃烧起来 把他的所有元气都化为灰烬 下一眨眼的功夫 御龙婆就只剩下一个世界法则种子 在方寒的手掌上悬来转去 最后融入了身体 瞬间击杀 灰飞烟灭 方寒转身 看向了那个叫做行语的龙族大汉 轮到你呢 行语龙皇大吃一惊 身体暴退 但是迟了 方寒直接在空中伸手一抓 手臂突破时空 陷陷在了他的身后 立刻 这条龙族大汉的护身刚气 寸寸裂开 住手 还不住手 居然敢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撒野 简直是丧心病狂 看来你是彻底不想活得出去了 一声怒吓传来 一道剑气 白红贯日 直接刺杀而来 正刺中方寒的掌心 在剑气后面 是一个冷傲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的头上 缠绕着一个血红的丝带 稀为高深莫测 一剑在手 有一种军灵万事的味道 而且身上居然显现出了仙道法则 居然也是一尊龙族的虚仙高手 他手中那口剑 是绝品道气 一剑晃动 到处都是剑影 剑气纵横之间 许多君王的影子 在剑风之中降临 臣服于我 我乃是行龙族第一剑手 行无风 做我奴隶 把法宝都贡献给我 我可以留你性命 这行龙一族的第一剑手 剑气再度挥洒 竟然破空 刺杀向了方寒的眼睛 不但解救下了行与龙皇 还展开反击 灭杀方寒 剑道上的造诣 惊天动地 方寒也不说话 手掌的抓使不便 身体上前一步 伪按神力涌出 刺到自己身边的剑气 纷纷崩溃 嗯 护身刚气如此厉害 这就是巴不浮屠的力量吗 能够抵挡我的君王剑 行龙族第一天才剑手 行无风的眼神热烈起来 长笑连连 身体一震 居然出现了三十六个影子 每一个影子都手持宝剑 一座座的剑衫 向方寒涌来 小小一个虚仙龙皇 也敢和我抗衡 就算受伤了 杀你也如同屠狗 看来这次 我必须要打开杀戒 让龙族知道我的厉害 否则 以后算计我的人还多 血腥手段 方寒再次一震 形体变得高大起来 周身各种三千大道飞出 直接把那些剑山镇破 随后 他再次一步 跨越古老的岁月 降临在大地之中 行龙步天才剑手 行无风脸色一变 就眼睁睁地看着 方寒来到了他的身边 无论他见识怎么变化 都不能够阻挡对方分毫 实力相差如此之大 不可能 我是龙族的虚仙 他也刚刚才渡过虚仙 还受伤了 实力应该远远不如我才是 怎么我阻止不了他 这天才剑手 感觉到了生命危险 立刻后退 但是没有用处 方寒的手掌 已经翻天覆地 盖压下来 他在手上绝品倒起 君王剑被方寒打得粉碎 随后 整个人被方寒抓住的脖子 眼睛都被挤了出来 双脚踢腾 喉咙里面发出杀鸡般的嘶哑声音 而在他保护之下的那行语大汗 被方寒一脚踢在身体上 全身爆炸 熊熊燃烧 居然成了一团火焰 下一刹那就化为了焦炭 所有的生机都完全毁灭 行无风在挣扎之间 看见了这一幕 心中的恐惧 无以复加 没有想到 方寒比龙帝天仙级别的高手 还要凶悍 小辈 放下无风 你和我行龙一族 还有化解恩怨的余地 轰隆 在行无风的后面 一股铺天盖地的龙溪 汹涌而出 一尊足足有万里大小的龙爪 凌空抓来 龙族的强者 终于出手 那龙爪之中 蕴含着仙道法则 甚至超越了太皇天 龙帝高手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可惜 我现在虽然是虚仙 但炼成八步浮屠 真正的天仙都不怕 黄龙之爪 始祖龙神 这龙爪 遮天蔽日 可以毁灭虚无 但是 方寒丝毫不怕 他的手一抬 八步浮屠和身体力量结合 也化为巨大龙爪 居然有十根爪子 正是洪荒祖龙 独特的龙爪 对龙帝高手 有极大克制 八步浮屠 真挚炼制成功后 对龙帝都有克制 这是早就被证明的真理 两两碰撞 那龙帝之爪居然被击碎 方寒身体如鬼神 抓住行无风 巨大的力量 还有刺耳的叫声 直接打入了这 形龙一族天才剑手的脑袋之中 打傀儡术 做我傀儡 天才剑手狠狠挣扎 无济于是眼神无光 被直接度化 变成了傀儡 收入八步浮屠之中 瞬息之间 八步浮屠中 又多了一个虚仙高手 现在 一共就有了那古天魔 统领赤幽 两大神尊 阴流 摩拿 四大虚仙 行龙一族 行巫峰 八大虚仙 被全部度化 太嚣张了 太霸道了 行龙一族 损失惨重 刚刚龙帝出手 居然都被他震碎 那他的实力 不是超越了天仙 不 这是霸不浮屠的独有功能 你看到了没有 刚才的眼花出来的龙爪 有食指 是洪荒祖龙 独有的气息 在这独有的气息面前 就算是龙帝至尊强者 法力 都发挥不出来一半 抢夺 一定要抢夺 不惜代价的抢夺 只要抢夺到了这尊浮屠 我们龙族部落 就可以在龙界之中 得到极大的地位提升 这个小辈 不能让他活着出龙界 我们几大龙族部落 一起联手 闲密了他在瓜分宝贝的事情 哗啦 一条条的龙影从阴影死气中出来 天空中巨大的龙地气息 凝聚成了一尊又一尊的龙座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方寒站立不动 看着从死期阴影中出来的龙族高手们 首先走出来的一尊王座上 端坐的是一个老者 那老者背后虚空中 封印着庞大的神龙虚体 在他的身上 仙道法则 川流不息 那仙道法则的身处 是核心龙族本源印记 不过 方寒感觉到 那龙族本源印记 在八部浮屠面前受到了极大的克制 龙地就相当于天仙 也就是说 现在那个老者 就等于是天仙高手降临 龙界本来就是高手如云 在诸天世界中 仅次于佛门 魔狱 虚神界等一些太古重地 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央大世界 恐怕都不能够和龙界媲美 在三千大千世界中 难以看到天仙级别的高手 不过 在龙界之中 如果动静闹得太大 龙地级别的强者就会出手 现在 方寒的动静实在是闹得太大 先前是宁恋八部浮屠 后来又度过虚仙雷结 终于把龙地高手给惊动了出来 这个龙地高手 显然是行龙部落的老祖宗 方寒刚才度化的第一天才建守行无风的时候 一出来 仇恨的目光就已经看向方寒 一阵扭曲的风暴就降临了方圆数十万里的死气之中 光是凭借意志就可以带起时空风暴 这样强横的法力的确是超越了修真界 长生秘境 是天仙的层次 不过 那些虚空风暴 强横的神念 还没有靠近方寒 就被八部浮屠的气息 纷纷消灭 不敢越雷池半步 洪荒祖龙是一碗龙族的祖先 就算是修炼到了龙帝级别 在血脉中仍旧要受到压制 方寒甚至感觉到 在有八部浮屠的情况下 对付龙帝比对付太皇天都要占了便宜 小辈 把行无风交出来吧 这个端坐在王座上的老者一出来 稍稍站立 下面的王座就崩溃 化为了龙行金光 收入体内 老者两手空空 没有任何的法宝和兵器 眼神盯住方寒 口气冷漠 我龙帝行干戈 以龙帝的身份保证 只要你把行无风交出来 我保证你的安全 小辈 你虽然渡过了虚仙之节 但是和真正的仙人相差亿万里 今天的情况 你是逃不出龙界的 这样 我收你为徒 你有了巨大的套衫 也不用担心我图摸你的八部浮屠 指点你一条明路 就看你走不走了 死活在你一念之间 小子 在龙帝行干戈说话之间 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子说话了 我 真仙龙皇 行妻 以行龙部落族长的身份 承认此事 只要你交出行无风 拜老祖宗为师 从此之后 你就是我行龙部落的人 在龙族之中 来去自如 先干戈 想不到 你也怕八部浮屠的威力吗 甚至还顾忌这个虚仙小子 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委屈求全的方法来 要是传了出去 说是一位八面威风 龙族龙帝和仙界都作战过的行干戈 居然会怕一个虚仙小子 恐怕我们龙界无数部落 无数龙城都要笑掉龙牙 一个声音哈哈大笑了起来 又是一尊龙帝 化跃虚空而来 那龙帝身穿一件玉制的长袍 头顶上戴着王冠 风华绝代 儒雅高贵 雍容挺拔 我羽龙一族 带着龙族高贵的血脉 从来不妥协 这小子杀了我们羽龙族的大长老 羽龙婆 我就要把他擒拿回去 千刀万剐 吊在龙城之上 让龙永远的烧烤 女生 我就不信 你不受巴不浮屠的克制 行干戈 眉头一皱 你们两大龙帝 羽龙一族 行龙一族 很好 很好 在我面前这样说话 方寒突然开口了 眼神一扫 如电如刀 你们这样嚣张 莫非是想两大龙族 在龙界之中消失吗 巧背 放肆 怒吼声传了过来 是两大龙族的一些高手 纷纷喝马 他们至高无上的龙地老祖都出现了 方寒居然还如此的嚣张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如此嚣张之人 哈哈哈哈 我玉圣 倒是看上你这么有个性的小辈了 如此张狂 如此的嚣张 的确是天才人物 但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天才也要书敛锋芒 我就教育教育你吧 羽龙一族的龙地老祖宗 玉圣一阵大笑 就凭你这一番话 玉龙一族 必定要全部灭绝 集权不留 方寒斩钉截铁 嘴里爆出了一个字 杀 他头发飞扬 身体如天神一般 笔直挺立 八步浮屠融入身体 整个人四人飞人 四龙飞龙 一双手掌 四龙爪 四人手 居然有十根手指头 刷 他一个挪移 竟然出现在了龙地级别的玉圣身边 一掌打出 掌心中央 一团风暴 旋转不休 千百万的黑洞 白洞 同时显现 他竟然率先 向一位无比崇高的龙地出手 小辈 找死 玉圣龙地勃然大怒 五指如山月 反振过去 朝时 普世无华 反普归真 但力量中蕴含着仙道法则 却实实在在 等于是仙气一击 给我破 鬼斧神功 方寒掌心 千百黑洞 白洞突然一下凭空消失 取而代之地使一面巨大神符 当头屁下 居然狠狠地砍中了玉圣龙地的手掌 扑斥 玉圣龙地的手掌被一下砍破 乳白色的鲜血 好像仙界元气一般的流淌了出来 他的鲜血 好像是白玉融化之后 产生的玉叶穷乡 八部浮屠一动 贪婪的吸收着这白玉一般的穷乡 这是龙地之血 一招之间就分出了胜负 玉圣龙地 居然受伤 被方寒彻底压制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 第五百一十一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 无声为您会讨计划